HELLO HELLO,2020年1月10日,各位曼迷早晨,歡迎來到今天的曼迷早晨節目 原本呢,昨天就有三條影片,我都沒有想著今早做影片的,讓大家消化一下昨天的影片 誰知道,一輪推出Twitter,一輪推出油志學,一輪推出一些厲害的事情 所以就不得不和大家錄一條影片 這件事件,有兩位名宿有份參與 我們今年,不知大家怎樣看,我自己覺得踢得相當不錯,也很有心的球員 兩位名宿有一點點意見,有趣的 一開始就覺得,有沒有搞錯,這樣的情況 但回答後,原來又有些意思 試圓是怎樣呢? 試圓後,我在Twitter看到一個帖文 帖文就是,Robbie Savage retweet了MIRROR這個報道 而MIRROR就是引述了 另一位名宿,Paul Parker的一個報道 一個訪問的 首先介紹一下,兩位名宿 蜜湯問題,我不用介紹,大家熟悉 Robbie Savage和Paul Parker的海人 首先介紹一下Robbie Savage 如果有朋友像我一樣,喜歡聽BBC 或者BD Sports的Podcast 或者一些節目的話 應該都會大約聽過Robbie Savage這個名字 Robbie Savage現在就是一個主持人 他也是踢過職業足球的 他其實就是萬聯青訓球員 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其實他是九二不二班的其中一位球員 即是九二年,我們贏的FA Youth Club Robbie Savage是其中一位成員 他也後來萬聯給了一張職業合約 但很可惜他的水準 在一隊那裡 並不可以維持 結果他去了其他球會踢球 他之後踢過李成 白明漢,白明漢,Blackburn Rovers 以及Darby 踢過幾個球會 都是一位職業球員 但很可惜 當時的萬聯水準是相當高的 所以他只踢過一年的萬聯職業球員 正式上陣是沒有的 但他就是我們清分 而且是我們出名九二不二班的其中一位成員 之後他就做了球評 另外一位名宿佬就是Paul Parker 這位好像我一年多的朋友 就會熟悉多一點 他就是我們費Sir年代的一個 集委球員 他開始踢左閘 但是後來Dennis Erwin 就好像拿了他的位置 還是他接... 對不起,反過來 他是接Dennis Erwin的 但後來他踢左閘 九二年的英超冠軍 他有份 他也幫我們贏過足重杯 在馬聯中踢了九一至九六 但慢慢 加利仔的興起 和他自己也受了一些雙病困擾 之後就離開了我們 離開了萬聯 加利仔接了他的班 遊閘的位置 他也是打過英格蘭國家隊 所以我相信 如果大家說認識程度 我想大家認識 Paul Parker 的朋友 會比Robbie Savage更多 還有Paul Parker 現在也有提到阿波 這兩位人兄 都算是... Paul Parker 真的算是明叔 因為他也踢過我們一隊的一段時間 但Robbie Savage 可以說是我們的清份 你說算不算是明叔 應該不算 因為他真的 除了廣播出名之外 踢球就不算是很出色的 但也是跟我們有關係 他甚至乎 九二不二班 都是... 算是... 跟我們有些情意結 好了 說回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MIRROR的報道 就說什麼呢 麥湯文尼 就是... 受了傷 Paul Parker 就說 麥湯文尼 如果麥湯文尼受傷 我們的球迷 就是萬聯的球迷 都說掛著他 或者覺得他們 看得很好 今年 這個正正就是萬聯中場的問題 麥湯文尼踢球 整個Robbie Savage 這樣 這樣 如果大家看標題檔的話 就覺得 這個Paul Parker 搞什麼 說完這些事情 老實說 麥湯文尼 起碼我 其他朋友 我不知道不同意 或者不少的萬聯球迷 都說 喂 中場踢得最好 或者最有心踢 應該就是麥湯文尼 為什麼Paul Parker 會這樣說話 再加上 Robbie Savage 其實 老實說 他當時根本 去不到萬聯的一隊 踢了一年就沒有踢 為什麼要這樣比較呢 表面上 我也有感覺 就是這個Paul Parker 是否搞事 不是 看上去 原來搭落有味 為什麼這樣說呢 再看看詳細一點 Paul Parker的訪問 究竟他說什麼 首先 先說一下 麥湯 今年 我認同 就是最穩定的中場 踢了21場 但現在受傷 所以幾場球都沒有他 結果真的有影響 對嗎 大家都覺得有影響 這幾場球 無論對萬城 或者阿仙奴 甚至足球中盃 對狼隊 都沒有他 中場真的有點欠缺 OK 但是 這位Paul Parker 就說 這個 麥湯文尼 跟以前的 Robbie Savage一樣 究竟一樣是什麼呢 當Paul Parker接受 EUROSPORT的訪問的時候 這是直接訪問 以下的直接訪問 他說 麥湯文尼 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曼玥現在的問題所在 他只是走來走去 和嘗試去踢人 這個字我不懂 Thumping the Badger 看看Thumping的原因 這個也要 等我一會 Thumping的原因 這個重要 我們也不要亂誤解了 Paul Parker Thumping Thumping 即是甚麼呢 噢 Pounding or Thumping in a heavy continuous way 即是不停地去 用那個章 大約是 很重要 Big Head Feeling Strong 其實我也不太明白 應該是不停地撞人 簡單來說 不停地撞人 女子 現在 他好像一個現代版的 Robbie Savage 你 即是說曼聯 中場是需要更多的東西 他繼續說 如果大家說 曼聯 沒有了 麥湯文尼的表現 受到影響 大家都希望他快一點 復出 他們就不是一個正式的 曼聯球迷 沒錯 原因是 原因是 他為甚麼 受傷的原因 就是 他嘗試去踢人 亦都令到自己受傷 如果大家覺得 曼聯就是這樣的話 他們就沒有見過曼聯的盛勢 這樣 之後 每次的蘇斯特查 每次的蘇斯特查 看下我們現在的中場 就會是這樣的 蘇斯特查 如果蘇斯特查 一看到我們的中場 他就真的頭都大了 他說 如果他現在還沒剛頭 都算是幸運 因為 他的腦袋 轉來轉來轉來轉不到 為甚麼我們好像沒有中場球員 這樣 他說 無論他中場放甚麼人 永遠都不會有肯定性 他的計劃 如果你是踢前線球員的話 你就知道你永遠都拿不到球 你如果是防守球員 你就知道 就算你解圍 踢走球的話 那球也會很快回來 這個就是曼聯中場的問題 絕對 他說中間來說 好像沒有人 那樣 另外 最後他還說了少少 他說 我看見蘇斯特查 有一個問題 究竟 會問一個問題 究竟他附近 幫他守教練團隊 是甚麼人 可以不可以 他是不是需要 有些人去幫他守 那個人 可能要曾經做過領隊 坐在他旁邊 去幫他 所以 Paul Parker說 我就覺得他真的需要 他說 這個未必是需要 一些出名的人 但是 抱歉 他剛才說 教練團隊 最後 他說 一月是否需要一些大名的球員 來幫忙 他說未必需要 為什麼 如果現在 一些出名的球員 誰會想來 現在這對曼聯 我就不相信 這就是問題的答案 我們可以經常說 戰術 但戰術 一定要有 一些好的球員 才可以執行 球員要明白 和執行 但是 他覺得 曼聯沒有一些好的球員 去執行 戰術 你可以懷疑 蘇斯克查的能力 你看回他的背景 他做過的事情 但是 可能有個更加大的問題 如果你是換了領隊的話 另一個領隊 又走進來 來到之後 又會買五六個球員 然後 可能四個世界級的球員 但是 也未必代表 會解決到的問題 OK 這就是Paul Barker 整個訪問的事情 我當然想說一下 這件事 我覺得很厲害 第一件事 這個Paul Barker 挺聰明的 第一件事 就是拿著 今年曼聯 比較踢得好 或者踢得最好的 中場球員 麥湯 正正指出 曼聯的問題所在 之後 他也順勢抽一抽 教練團隊 的水 究竟有多不行 表面上 大家一看下去 最初聽起來 就覺得 嘩 真的有些 嘩 但是聽起來 真的有些味道 老實說 麥湯文尼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我也很喜歡這個球員 大家都知道 但是 他是不是說 真的落場 就是用來踢人 令到自己受傷 這一點我當然不同意 但是 其實 我聽完Paul Barker說 你也知道 我覺得 有些跟自己不同的意見 一定要聽 這也是很重點 很明顯 Paul Barker 他原文來說 就跟我的意見不同 但是 踢下去之後 就發覺 不是的 有些道理 為什麼呢 麥湯文尼 究竟 他是不是就是落場 踢人 這個不重要 但是 我覺得麥湯文尼 在我心目中 代表了其中一種 萬聯的中場 尤其是 他在今年 萬聯的中場 他被安排的位置 就是做一個 在中場 清波的球員 有些朋友 我看到 在Twitter上 有些人留言 就說 他不是有點像 利物浦的Handerson 就是英格蘭的腳 Handerson 就是在中場做掃擋的 OK 說真的 中場當然需要掃擋的球員 對不對 掃擋的球員 我們經常說 Roy Keane去萬聯的時候 Paul Parker 應該走了 應該 所以我們也有 Roy Keane 這類型的球員 對不對 一個中場裡面 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 我想Paul Parker 說出來的 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我想一下 就會覺得 你只有這個中場 球員做到事 要創造的中場球員 或者要維持球的中場球員 沒有 所以 我聽完他之後 我就覺得很同意 就是什麼 你想一下 麥托文尼 只是一個 現在 又說回一件事 現在他被安排 就是做掃擋 但其實我覺得 他是可以做到創造性 不過 他沒有被安排 做這個工作 就是在萬聯的球隊裡面 因為我們很需要 一個掃擋的中場 只要沒有了掃擋的中場 我們已經完全不行了 但是就算我們有一個好的掃擋中場 都還要有些創造性的中場 大哥 是不是 所以 我覺得 Paul Parker說完這件事 正正就是 講出了我們很多萬聯球迷的心聲 就是說 我們的中場球員真的不夠 尤其是創造性 對嗎 對嗎 麥托 比較防守 那些掃擋的中場 受傷 我們也很不開心 那就證明了 我們沒有一些 創造性的中場 令到我們覺得 這些才是正的 因為一般的球迷 可能會覺得創造中場 是會更加好看的 對嗎 對嗎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Paul Parker的 說法 對嗎 跟著他講的教聯團隊 我想我也不多說了 我記得在萬聯網留言 也有人說過 究竟蘇斯特查可以不可以 我過禮拜之前有段影片也說過 我都懷疑他關於策略上的事 當然 究竟他的策略不行 還是球員不行 這個我相信 我們 作為這個圈外人 我們不知道 我們局外人 我們不知道 甚至Paul Parker也不知道 所以他也是這樣說 他說你可以懷疑蘇斯特查 但是也要想一下 究竟球員的質素是怎樣 這些我們很難去判斷 但是的確 現在看到的 就是隨便一邊有問題 或者兩邊都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他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一下子就拿了 今年我們最喜歡的蜜托文去說 令到大家都會看一看 他說什麼鬼話 這件事我覺得是高手來的 另外Rory Savage也有回應 他說 說真的 如果你看到那個標題 你一定會覺得是 混亂 但是Rory Savage也挺有趣的 他說 我 他說他自己 都不夠好去踢萬聯 但是麥湯 就足夠好去踢到萬聯 也都是拿到一個萬聯的正選位置 甚至乎可能是萬聯 今季最好的球員 我們怎麼會因為他受傷而掛著他呢 我覺得 明顯的Rory Savage 可能沒有看到內民 做了標題黨 又或者他看了內民之後 就沒有去再思考一下 究竟Paul Parker說什麼 我覺得這個純粹 所以他就作出這個反應 我覺得很正常的 另外有些留言都挺個人的 有些留言 剛才也說 有些人就說 其實麥湯就是 好像 利物浦的Henderson 最初每個人都覺得他不行 又說他垃圾 但是現在慢慢 現在的Henderson 據我 譬如跟阿杰領隊聊天 現在的Henderson 就重要了 中場那裡很重要的一位球員 有些朋友就這樣說 另外 有些朋友也挺搞事 他說 當然了 他直接串回 Rory Savage Rory Savage 現在你 落場 穿起萬聯球衣 可能你現在就好 給萬聯 這些很多朋友都說過 即是說明叔 剛才那場 萬事打比 每個人都坐在那裡 Nicky Butt 朗尼 傑斯爺 都坐在那裡 你們換衣服 你們換衣服 還比現在那隊 也有不少朋友說 另外 有些朋友也說 如果你說麥湯麟 不是我們的中場 那你也說 白麗雁奪 Roy Keane 和Paul Inns 都不是我們的中場 說真的 為何我會有另一個演繹 關於Paul Parker這段訪問 因為我覺得 Paul Parker 你是踢球的 說真的 也是一個出色的足球員 你沒有理由不知道 我剛才所說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他根本上 藉著這個話題 就特意拿出 今年踢得最好的球員 引起了這個回響 等到大家討論 即是說 我們只有一個防守中場 踢得好 其他人都是不行的 其實我相信 他也說出了不少的萬元球迷心聲 我覺得 但是 他就真是厲害了 拿著這個點 大巴不夠厲害了 大巴就不認識他 像他那樣 拿著這個重點 令到炒熱這個話題 我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媒體 說過這件事 但我看完這件事 就覺得 正正一個超級無敵的例子 就是說 不要做標題黨 看了內文 自己再想一想 究竟他是想說什麼 結果是有得著的 OK 今天就這麼多 其實原本 今天就想著晚一點 才做這個萬維高見 現在也是這樣 不過就多了 這段影片出來 OK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晚一點會有萬維高見 OK 拜拜